这是一场盛大的婚礼 女方是漂亮的公主 男方是屠龙者后代 为了炫耀家世 屠龙哥一边拉来公主 一边让手下唱起了龙之歌 突然狂风骤起 天地变色 一只巨龙从天而降 将小船整个抓了过去 屠龙哥拉住绳索 让小船掉落下来 然而巨龙还是接住公主 将它掳了回去 公主被巨龙带到龙岛 扔进一个山洞里头 他攀上岩壁抓住绳子 不料洞内却出现一只小怪兽 对他刺牙咧嘴 公主受了惊吓 捡起石头想要砸它 这时隔壁山洞却传来声音 让它放下石头 别看怪兽眼睛 公主照着指示 安静地躺下来 结果怪兽果然离开了 怪兽一走 陌生人又递来草药 给它疗伤 公主隔着墙洞看了看 发现对方是个俊俏帅哥 帅哥说他忘了自己名字 于是公主便给他取名龙哥 龙哥年纪轻轻 不讲武德 趁着公主擦钥匙 偷看人家身子 公主发现他在偷看 让他不许看 龙哥却装傻充愣 说他能看小鸟 为啥不能看他 公主有点生气 就算长得帅 也不能这么为所欲为啊 于是拿石头封住了洞口 龙哥见公主生气 赶紧开始哄人 很快公主就消了气 还伸出手掌向龙哥示好 龙哥握住公主的御手 就在此时巨龙却突然发出嘶吼 龙哥也不翼而飞 公主心急如焚 操起石块朝山壁砸去 没想到真的砸出一个洞口 公主爬出山洞 不料巨龙正在那守着 还冲他喷出龙燕 公主在小洞中穿行 最后来到了一处悬崖 就在此时 龙哥再次冒了出来 公主见怪兽听从龙哥的指挥 突然对他的身份产生怀疑 龙哥想上前救下他 然而公主却不慎跌落 生死关头 龙哥跟着公主跳下悬崖 在宫中抱住了他 因为碰到公主 龙哥身上的潜力被激活 只见他全身冒火 接着化身为龙 和公主跌进了大海之中 有了龙哥当电被 公主总算是活了下来 但是龙哥自己却身受重伤 陷入昏迷 公主发现龙哥身份 操起石头想砸死他 可是一看这脸蛋 实在下不去手 又将龙哥救了上来 趁着龙哥昏迷 公主打算坐小船逃走 可是一看这风浪 还是乖乖回来吧 岛上很快就下起雨来 公主捡起帆布 做了个检疫帐篷 还给龙哥敷了药 龙哥的心火很旺 动不动就会全身发热 晚上的温度很低 公主没有被子盖 冷得直打哆嗦 正好龙哥火力旺盛 于是公主贴着龙哥 度过了寒夜 等他一觉醒来 发现身上有了被子 旁边升起了火 地上还有个火龙果 很显然 这都是龙哥的杰作 公主走出山洞 发现龙哥正在捕鱼 对他爱搭不理 这让公主很是生气 这人怎么忽冷忽热 到底是想撩我呢 还是不想撩我呢 其实龙哥是想撩的 只是他不敢撩 因为他害怕伤到公主 龙族是一个只有雄性的族群 每当到了繁衍的季节 巨龙便会抓来人类新娘 用龙火灼烧他们 人类无法承受龙焰 最后会化为灰烬 龙娃则会就此诞生 龙哥就是龙族这一代的传人 当他长大后 知道了龙族繁衍的秘密 龙哥天性善良 不想伤害无辜之人 于是他找到一个缝隙狭小的山洞 每当发情之时 就会进入山洞 自己动爪解决问题 这么多年下来 本来已经技术娴熟 谁知屠龙哥 却作死地唱起龙之歌 这个龙之歌 是以前人们给巨龙献祭时唱的歌 歌声一响 巨龙就会过来收走新娘 后来屠龙哥的爷爷 偷袭杀死了龙哥他爸 屠龙哥以为巨龙已除 哪里想到还有龙哥的存在 就这样到手的媳妇 被龙哥给掳了过去 公主听完龙哥的故事 对他有了很多改观 这个小伙子还是很好的嘛 公主请求龙哥送他回去 可是龙哥却告诉他 他不能接触公主 不然就会像之前一样 丧失理智 化身为龙 公主要想离开 只能等待屠龙哥的救援 不过龙岛拥有先祖的庇佑 外人要想找到龙岛 就必须拥有爱人的指引 公主听说之后 摘下花朵 扔进了海中 龙哥看到这个举动 突然有点生气 发起了小脾气 公主心领神会 跑到龙哥身边一顿红 还说要教他做人 就这样 一人一龙 开始了和谐相处 公主教龙哥洗衣晾背 龙哥教公主 遇风赏花 白天 两人在沙滩西西 晚上两人在月下谈心 时间一天天过去 两人的感情 也在逐渐升温 这一天半夜 公主突然惊醒过来 发现龙哥不见了 他走到外面一看 龙哥竟然变成了巨龙 公主赶紧跑路 然而却被巨龙挡住 公主伸出手掌 尝试安抚巨龙 结果却激活龙穴 朝他压了过来 还好 只是噩梦一场 龙哥将公主唤醒 这才知道对方做了噩梦 他拼命向公主保证 自己永远不会伤害他 公主对龙哥很信任 安心地睡下了 然而龙哥很快就发现 他越是对公主动心 就越难以控制龙性 长此以往下去 自己很可能会把持不住 为了不让公主受伤 龙哥故意朝他发火 将他赶出了龙岛 离开龙岛后 公主很快遇到了屠龙哥 他欺骗屠龙哥 巨龙已经意外身亡 然后和屠龙哥回到了家乡 国王重新举办了婚礼 国民又得重教分子钱 孤独的龙哥饱受相思之苦 最后一个想不开 决定跳崖自杀 就在此时公主突然后悔了 当着全国人的面 公主说他不嫁了 因为他爱上了一条龙 屠龙哥不甘失败 拼命拉着绳子 结果公主却将绳子扔掉 唱起了龙之歌 歌声传到龙哥耳中 唤醒了他体内的巨龙之力 很快龙哥就来到王国 再次掳走了公主 民众看着远去的巨龙 无可奈何 分子钱又白交了 龙哥带着公主回到龙岛 两人又过上了幸福的日子 不久之后 他们有了宝宝 而且这一回公主没有死 龙孩问公主 自己是从哪来的 公主回答说 从天上捡来的 这个答案 貌似也没错 谁让人家是龙呢 空阵啥的也不稀奇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